中国就变成在香港做什么让步 功能都不大 我相信一些他以前忍气吞声 看不过眼 都忍着先的东西 以后就不会再忍你了 香港的反对派可能就失了这个胡申福 我相信北京都会采取言情的态度 欢迎大家收看C对话 今天比较特别 我又去了其他地方 在大陆比较自由 可以到处走 我现在来了澳门 所以我在澳门的酒店 就和施老板来做zoom 这个有新的科技真是好 所以这次我们是录两次的 第一部分我在看新闻 我想全香港的头发都是说 就是泛民总辞 首先是DQ了四位立法会的泛民议员 接着泛民会说总辞 究竟这个代表了 整个中央的政策对香港有什么影响 或者转变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有趣话题 在探讨的 不只是香港的层面 那我稍后会参加施老板 因为我看到他写了文章 也挺有趣的 写了这篇是中央的立场 如何在香港问题 第二就是美国总统大选 究竟谁赢了 我们今天6月份是星期五 到现在特朗普都没有说输的 虽然上一次 斯老板预计可能特朗普赢 不过目前为止看来 好像拜登赢的机会相当大 那今天的新闻就是蓬佩奥 就是蓬佩奥就说 台湾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就是这句话都变成了核心 究竟斯老板怎么看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赢 美国对中国政策是怎样的 还有美国如果拜登赢之后 究竟美国本土的经济和社会 是有什么影响 那首先请到斯老板说一下 第一集就是说一下 究竟泛民总是对整个香港社会的影响 谢谢施老板 人大就终于决定 就将香港反对派的四位议员 就取消了他们的做议员的资格 那泛民就决定总辞 差不多辞了 剩下有两个都还留在立法会的 那从泛民总辞这个行为来看 我相信泛民就对现在 他们在香港的处境 还未曾看得很清楚 其实香港的政治环境 是因为中美那个角力的新的形势 是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 这种改变是会影响北京 对香港的政策 而且我相信影响得不小的 北京对香港在回归之后 其实一直都是采取相对宽松的态度 有些东西他即使很不喜欢 都没有用相对严厉的手段去对付 我相信主要原因就是北京就对香港所扮演的角色 想香港就继续发挥它的特殊功能 因为有一些东西是香港才做到内地不是这么快可以做到的 比如以金融中生为例 香港才有外汇流通 而内地是人民币未曾自由流通的 金融中生里面的市场参与者都很需要即时的讯息 全面的讯息去做判断 才可以在市场上做出及时的部署 那香港的信息流通 自由度 信息量 正反两面都掌握到 这些环境都不是大陆的城市可以马上做到的 所以内地是很想香港继续 就是生根蛋 所以它在这种考虑下 就不想太过刺激西方政府 因为香港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 都在某一定的程度上需要西方政府配合 给香港有一定的特殊性 如果西方政府把香港看成一个中国其他城市 没什么分别的城市 用同样对待上海深圳的态度来对待香港的话 那香港的一些特殊功能就不容易发挥了 所以北京一直都愿意采取相对宽松的态度 但是自从两年前左右 美国副总统彭斯就在智库那里做了一个发言 重新对中国作出新的定位 就是将中国看成是威胁美国一个敌对的国家 中国的存在会威胁美国的安全 甚至是将中国看成是一个在意识形态上 和西方完全不一样容许中国崛起 令到西方的文明都可能失去生存空间 即是说到很严重的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是长远而言不想看到香港好像以前那样 可以对中国的发展产生那么多积极的作用 所以美国将会收回给香港的一些特殊性 这个是跟中国在香港采取什么政策 都关系不大 即使香港 即是中国用回以前那一套 美国也要收回香港的特殊功能 都不会再给香港对中国产生太多的悲益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情况的话 中国就变成在香港作什么让步功能都不大 如果中国真的这么看的话 我相信一些它以前忍气吞声 看不过眼都忍着先的东西 以后就不会再忍你了 那香港的反对派可能就失去了这个胡申福 就是说反正都没有了 以后迟早就没有了 那它已经再无这方面的顾忌 尤其在去年的社会运动里面 就是香港的反对派都不时要求美国策手去限制北京去 你威吓北京如果怎么样怎么样 美国就将会采取些什么方式来制约香港 那其实美国可以做的事情都做得七七八八的了 现在没做的那些都是因为条件未承受 如果做的话对美国都会造成伤害 才不做字的 如果准备好一定会进一步做的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北京就无需要再克制 它看不过眼的东西就会出手的了 尤其去年的社会运动呢 它觉得反对派做的东西已经过了火位的了 认为去年所做的东西差不多等同一次政变 想夺权的了 因为去年所做的东西其实是基本上 是要把这个政府设计了香港的现有的政治制度 比如反逃犯条例 其实政府只是想将这个条例拿去立法会而已 如果是接受香港一国两制的政制的话呢 反对派可以做些什么呢 应该是等政府将条例交到立法局之后 在立法局展开讨论 透过说出理由 为什么要反对和争取立法会里面的成员 去否决这个提案 这个就是接受建制的做法 反对派不用这个建制里面的做法 而是采取包围立法会 阻止立法会开会 不让立法会的成员去立法会开会 这些这样的行为在很多国家来说 等于是破坏建制 阻碍建制运作 可能被看成是等同一场政变的了 所以这样的做法是北京是不可能接受的 因为这个是建制所不容许的 另外你看看其他的要求 你都看到真的如同革命如同政变的了 因为你要特首下台 要解散警队 要香港独立 做到这样的层面 所以中央政府是不可能听之人之的 所以积极支持这场这样的运动的政治团体 政治人物 我相信北京都会采取 言情的态度 尤其是在立法会里面 一些扮演主要角色的政党 他在立法会里面 其实他是参加建制的游戏 但是他对这个建制 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 这个是任何社会都不可以接受的 等于美国都不可能接受一些要在美国建立伊斯兰国的人 作为他的议员 那这个任何建制里面 你都是对那个宪政要基本认同 才可以参加这个建制游戏 那香港一国两制的出现 建基于回归 如果没有回归 就没有一国两制 那你对回归是采取抗拒的态度 对一国里面 那个 现在实际 如果你是掌权的中国共产党 你是采取 否定的态度 你要结束一党专政 作为你的政治目标的话 那 那共产党就当然没有可能欢迎你存在 任由你去破坏他的质政的地位 那这个就是香港人是需要有一个基本的取写的 你是想香港朝鞭的方向发展呢 如果你是想香港现在现有的东西能够保存的话 那你要知道现有的一国两制 基本上是北京设计出来的 你要跟这个设计走相反的方向呢 香港就不可能再有原有的一国两制了 那香港究竟应该走哪条路呢 其实香港人都要有所取写 香港的反对派都需要重新定位 你是选择跟中共对着干呢 或者接受在中共在中国质政的情况下 尽量争取香港的自己的活动的空间呢 那这方面就是香港人要再取写的 譬如你在未来的立法会选举啊 你选举哪些议员出来 那如果这些议员是选择跟北京对抗的 那而你又选他的话呢 那未来的对抗就会加剧 北京的政策就会收紧 那现在我们还有的东西呢 就可能会越来越少的 那现在有些人说一国两制已死 那实际上香港即使到这一刻 还是有一国两制的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你香港正在走资本主义的嘛 香港的社会的体制 和大陆是有根本上的区别的嘛 另外香港也都是有基本法为基础的法治的嘛 大陆是走着欧陆法的嘛 完全两样东西的 香港现在还有终审庭 还有外籍法官 但是如果香港是采取和中共对抗的话呢 而又威胁到中共的话呢 中共就会全面检讨现在香港的政策 有些现在我们有的东西可能不再存在 因为一个政治体制 包括的东西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之外 第四拳是传媒 传媒是决定现时出现的事情 应该怎样描述 应该怎样定位 另外除了现时出现的问题 是由传媒来决定 以前出现的问题 很多时候是由教育界去决定 所以我相信如果北京觉得自己受威胁的话 它除了在行政、立法、施政方面收紧之外 对于传媒、对于教育 都是会进一步收紧的 即是香港人如果自己恰当定位 如果知道哪些位置是不适合踩下去 哪些取态是对香港有害无益的话 我们能够留下的两制就会更多些 如果香港变成一个威胁中国安全 威胁中共在中国的质政地位的话 原有的一国两制就会陆续消失 我希望香港人懂得取舍 这个是有现实的考虑 我们不是做事 不只是说理念如何才行 而是在客观环境里面 有什么取舍 如何做才对香港人最有好处 希望大家懂得明智地作抉择